屏東宏尾因爲五保春師傅 將它做成麵包 生命大造 現在屏東縣政府和專業機構合作 突破耕作限制 大面積栽種 並運用在保養美妝 改善人民生活 台灣原生梨脈又成紅梨 成熟時色澤紅艷亮麗 近年因為養生風潮興起 吸引許多人的關注 而其實它對原住民來說 也是不可或缺的代表性農作物 紅梨是我們屏東 不管是排灣族 還是魯凱族的一個特色農作物 在我們製作小米酒的過程裡面 它一定要加紅梨 紅梨是一個發酵的 酒渠的一個功用 對 所以長期以來 其實紅梨在原住民的生活裡面 其實它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一個角色 然而一直以來 屏東當地紅梨大部分多彩小範圍種植 在國外紅梨大量進口之下 面對不小衝擊 為了提高產量 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土壤的問題 原本紅梨的產量就很低 而且在屏東原住民區域 它的土壤環境其實是不好的 像很多的酸性土壤 像最近又雨季來了 那雨季來 它的一個一般的想法就是停止栽種 那我們也希望在這個過程 能夠改善它這樣的問題 其實山上的土地不多 而且山上比較平坦的地 那又更少了 那因為我們又受限於說 你必須在合法的一個農地上去種紅梨 你到林地山坡過多的 其實它是不能種紅梨的 104年開始 平農縣政府在三地門馬兒村 規劃市種區 透過土壤的改良與記錄 改善紅梨產量受限的問題 藉著檢疫的土壤的改良 或許它的酸鹼值去做處理 那之後我們可以去研究出一套 適合這樣子的土地的種植的 SOP的標準的流程出來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土壤改良 那在同樣一個單位面積裡面 試著把它的產量可以拉高 病蟲害防治的部分 我們也用無毒的方式 用這一種深入治疾的方式 來改善它病蟲害的問題 解決了種植問題 運用現代科技 紅梨的發展還有更多可能性 長達4小時120度的高溫蒸煮 萃取出透明無色的紅梨純露 高含量的梨胺酸加上黃銅類等抗氧化物成分 展現紅梨在美妝產品上發展的潛力 這套的萃取系統它可以將紅梨的存入萃取出來 萃取露它這個露出來之後 其實它就可以當成飲品了 但是我們在這個系列的部分 是把它做成那個美肌面膜 還有這個精華液 此外 蒸熟的紅梨殼 可以做成紅梨酵素或是飲品的開發 而最下層留下來的深紅色液體 也能當成色素應用在原名工藝上 透過儀器檢測紅梨成分 再搭配其他配方依照比例做調製 紅梨的美容商機正蓄勢待發 如果說新的萃取物出來 而應用在保養品 例如乳霜 面霜 面膜 面膜 這些都可以用 那招募受徹者之後 因為大家的膚況都不一樣 那使用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是自己跟自己的皮膚做比較 從低高種植產量到發展多元應用 打造紅梨成為原香特色產業 接下來我們要去處理的是說 怎麼帶我們的農戶去 朝二級甚至三級產業去發展 讓原本這一些只有原物料可以兜售的部分 還可以高質化 加質化的應用 讓它的產值能夠再提升 公平的一個收購機制 透過這樣的一個平衡機制之後 讓原名它的東西能夠銷售到國內外各地 突破限制力求翻身 小小的紅梨渴望在不久的將來 成為屏東下一顆 具代表性的農產明星 天下無難市只怕有新人 只要用心一定會成功 我是黎化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稍微的費用 按摩 的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